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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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開不夠嗎 開不夠是因為 大家現在看到萬方都覺得 你真的是很不一樣 我覺得你現在每次出場 都有巨星的感覺 我都會覺得跟我平常私下認識的萬方很不一樣 對來好 我們讓萬方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因為上次台北的演唱會 其實不管是在臉書 還是我很多的朋友參加的演唱會 至今其實很多人在那個 心裡面留下那個有一種 深刻的感動好像久久無法 釋懷這樣子 我其實自己有很多的感動 就是在那場演唱會在台北小巨大 看到很多不同生命的樣貌 然後因為畢竟走了28年的時間 這些歌其實也都呈現了很多人的生命故事 所以那天 尤其是我一升上舞台 我就哭了喔 我就覺得簡直是太不可思議了 因為我其實在當下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哭了 然後整個台北演唱會結束之後 又有許多的朋友加呼喚 就是希望能夠加場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這次就決定好高興 希望也跟南部的朋友 連結一下這個很動人的生命的故事 對我有看過就是有人下了一個註解 就是你的這一場台北小巨蛋的演唱會啊 大概創下台灣一個演唱會 最多人同時哭泣的紀錄 是嗎 對 是這樣子嗎 而且喔 哭泣的時間也有人算出來 就是平均一個人有30分鐘 30分鐘 對 就是說其實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在看你的演唱會 是不是因為你一上來 你哭了 現場就大家就 就把眼淚逼出來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這些歌喔 真的都是陪伴大家 走過很多的生命的過程 所以這些歌一出現的時候 好像就跟自己的青春連結上了 如果沒有這些歌 我們好像就跟自己的青春斷層了 對 所以好久沒有想起的那個過去 就透過這些歌給呼喚回來 中心靈特地來為你加油喔 萬芳 他一定會帶食物來 你信不信 他帶食物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其實是送快遞來的 來來來來 這我感覺就是食物 只是有點大 來來 你介紹一下 你帶什麼來 這是蒸籠嗎 其實我也覺得 我來這邊 這包什麼 其實這個是那個 我要送給萬曉芳的一個禮物 我其實來送這個快遞 就是其實它是12月8號 在高雄巨蛋 所以我們特別做了一個 高雄巨蛋的 小籠包 喔 要幫你嗎 嗯 啊 差一點 OK 就是因為7月是巨蟹的新音樂 然後萬曉芳也是巨蟹座 然後我們就特別做了一個 高雄巨蛋12月8號的蛋糕 真的耶 是高雄巨蛋的那個外型 真的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啦 可是先給大家 這邊 他兩個人一起 好 手牽手 這樣可以嗎 你會 來這裡一起 一起 這蛋糕除了是高雄巨蛋 這是12月8號 好個方面是 我剛剛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今天也是國修老師 羽化成仙重生的一個日子 喔 真的喔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它是要來的一個 對 我覺得這也是 我剛剛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應該是 他想給萬曉芳 一點小小祝福的訊息 所以這個也是 象徵重生的蛋糕 那其實 那其實我又是萬曉芳24年 是在屏風兩半 那其實大家都覺得 他是仙女 因為他就很空靈啊 對啊 從以前我們 對啊 所以我說我今天要來抱他 因為他就是很空靈 然後他又吃素 然後再來就是 他家裡面有電視 很好笑吧 然後再來就是 他前幾天殺一隻蠻牙的時候 我們殺蠻牙 應該都是拿拖鞋 他就拿一個桶子跟蠻牙說 你乖喔 沒事 我只把你放到外面去而已 真的嗎 你這跟老牙對話嗎 你這可以牽到的牌 我說你乖喔 乖乖乖 我移到外面去 他就真的把他放在櫃子 然後移到外面去耶 我說你們真的是 仙女 可是我沒有說他是一個 很鏘的仙女 所以他雖然家裡沒有電視 但他到人家家就會先看電視 後來我們家就是 看看電視 沒錯 要不要聊天 他說等一下我先看電視 然後包括他私底下 打牌的時候 也是一個德行 你也會打牌喔 你幹嘛要一直爆料 因為我說他 他的形象也是 對 而且他打牌的時候 脾氣很不好 如果太慢 他會拿那個牌子 打你的手背的時候 你快一點 然後你就亂丟 然後他就胡牌 太棒了 來擁抱一下 擁抱一下 用力一點 欸你出發滿大臉 一點都沒有 你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繼續訪問這一題嗎 沒有人有 OK 謝謝鍾慶玲 謝謝 謝謝